大家好,我是开水 12月27日的凌晨 王一博经纪公司越华紧急发文 谴责了举报者蓄意的报假警 陷害王一博 当时王一博正在横店拍戏 当地警方深夜突然的找上门来 对王一博展开了突击调查 原因是有人举报王一博存在吸毒的行为 结果警方表明了王一博是清白的 有人恶意的报假警 随后王一博十分的愤怒 在社交账号上留言 邪不压正,邪不压正,邪不压正 喜欢我的人和讨厌我的人 都一定要遵纪守法,遵纪守法,遵纪守法 王一博的律师事务所也公开表示 会将此事追究到底 作为娱乐圈里的顶流明星 王一博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受类似的困扰了 一些黑粉和不理智粉丝的行为 总会给王一博带来许多麻烦 如果这次王一博和乐化娱乐 没有及时的澄清 被别人引导舆论 恐怕会对王一博的声誉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最愤怒的是一直支持他的粉丝 我真的要心疼死了 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啊 这是有多恨一个人 才会报假警去陷害他 明明呢是很好的小孩 黑子已经从线上猖狂到线下了 什么鬼东西啊都可以肆意报警来搞人了吗 正当粉丝们呢义愤填膺的时候啊 疑似恶语举报 王一博的人出现了 我大老远的坐飞机去横店看你 结果你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你知道我很担心你吗 报警呢也是因为担心你 如果你下次再不接我电话 我让警察天天上家蹲你 这番话很嚣张 目前呢还无法的确定 王一博被举报啊 是否和他有关 可从他的治理行间可以看出啊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粉丝 而是一个病态追星 会对偶像造成伤害的私生犯 非常的可怕 这种恶意举报的行为啊 已经涉嫌了违法 事情呢发生没多久 江林警方啊就对此事进行了科普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意图啊使他人受刑事追究 情节严重的 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 除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王一博是在横店 参加影视拍摄时啊 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还是很蹊跷的 王一博啊 确实是遭遇到了别有用心之人 就像肖战啊 遭遇到别有用心的人一样 在明星的道路上啊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站立的位置越高 风险呢相对来说就会越大 明星们呢 在自己平时的生活中啊 都是要谨言慎行的 就算是自己不想招惹事情 但是啊盯着你的人啊 实在太多了 肖战啊已经是前车之箭 无奈王一博啊 也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越华的声明呢 也是含糊其词 因为有着难言之隐 但是啊 这位别有用心之人啊 真的是太别有用心了 12月28日啊 东阳公安啊 发布了关于王一博 被报假警仪式的结果 称26日晚8点33分 接到了匿名的举报 王一博在某剧组休息地 实施了违法的行为 警方啊展开调查后啊 未发现王一博 有举报人所称道违法行为 27日晚上 22时 查获了举报人 邢某某 对方对谎报警情啊 工人不讳 但是邢某某 有精神病类疾病的诊断室 横店呢 位于浙江省 京华市 东阳市横店镇 所以啊 该案件呢 所辖地归东阳的公安 早在今年的5月28日 东阳公安的官位啊 就为王一博的电视剧 冰与火 开机打空 王一博在冰与火中啊 誓言缉毒警察 弘扬公安人员不怕死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王一博成功地出演了 深受东阳公安的喜爱 从报案到结案 历时28个小时 东阳公安的效率之高啊 深受称赞 匿名举报人 31岁 女性 邢某某 在北京呢 被查获 王一博在横店拍戏 举报人却在北京 这啊 已经能够匪夷所思了 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啊 举报人有精神病死 这件事的 后续结果 匪夷所思点在哪里呢 一个人在北京的圈外人士 还是一个有精神病死的圈外人士 居然能精准地知道 王一博在横店的住址的信息 并且知道当时啊 王一博已经收工 刚好在酒店 然后进行了恶意的举报 当恶意举报被发生之后啊 举报人 居然立马拿出了精神病死 这样的信息放在一起啊 如此的巧合 如此天衣无缝 足够让人怀疑 不是怀疑这个结果 是怀疑这位举报人的目的 看了这个后续啊 相信名言人啊 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对此事啊 网友们呢 也提出了质疑 报警人身在北京 还能准确地说出 横店一人的住址信息 甚至啊 还知道选择匿名举报 这一系列的操作啊 完全不像精神病重者 看上去啊 更是序抹已久 王一博的行程呢 被了解的一清二楚 实在是有些离谱 从始至终啊 王一博在这件事情上 像是遭受到了 无冤之灾 江陵公案 发布了报假警的处罚方式 最低会除啊 五日以下的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的处罚 最高啊 可除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 五百元以下罚款 从警方的通报结果来看 由于对方是 精神病类 疾病的重者 受不了什么严厉的处罚 此次事件呢 在网络上 也是热议的纷纷 与肖战有关的 某知名的大V啊 在凌晨两点 曾发文啊 1227有啥好事吗 据悉啊 今年二月份 肖战遭遇 227事件 而此次啊 恰巧是 227事件 十个月 加之此前呢 王富贵啊 被热议 是月华娱乐旗下的职工 很多网友都在猜测啊 这些事否有关 2019年的时候啊 王一博大火了 但是啊 他私生犯也多了 他不堪其扰 在微博上啊 多次的发声 刺激这种行为 王一博私生犯 都做过什么事啊 私生犯的行为啊 很疯狂 比如说追车 不停的打一人电话 偷拍一人拍摄现场 潜入一人酒店等了 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 早在2019的时候啊 王一博啊 就曾经发微博 录次这种行为 当时啊 他的私人电话 遭到泄露 很多粉丝啊 都打这个电话 未接电话 有90多个 王一博啊 不得不亲自的发动态 呼吁粉丝啊 停止这样的行为 他请求个别的追星者啊 不要再打电话了 和用自己的电话号码呀 登陆软件 他同时强调啊 理智爱我 看得出啊 这样的事啊 让他十分的苦恼 要知道 私人电话被卸了之后啊 他只能选择换号码 甚至很多账号啊 都要跟着换 肯定很麻烦 2019年5月9日 王一博再次的发微博啊 录次私生犯 私生犯在他的车上啊 装追踪器 半夜还被陌生人 敲酒店的门等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 他的正常生活工作了 当王一博的工作人员 下车劝阻的时候啊 私生犯呢 还往前开车 王一博的工作人员呢 差点被撞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追星了 甚至啊 还会对人生造成伤害 在今年2月30的时候啊 因为郁琪 大部分人都待在家里 结果王一博粉丝 后援辉啊 发文的录次了 私生犯的行为 原来啊 在这期间 还有私生犯 到王一博家里啊 打扰他和家人 严重影响了一博 家人的私生活 甚至啊 还去机场蹲守 除了打扰王一博的私生活之外啊 还有私生犯 打扰剧组的拍摄 在有匪的拍摄过程中啊 许多私生犯 闯入了剧组 狮子的偷拍照片 影响了剧组啊 正常工作 明星啊 确实是公众人物 但是啊 他们也有自己的隐私权 他们也是 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粉丝和明星 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喜欢一个人呢 可以支持他 但是 没必要将他的私生活啊 完全暴露在公众之下 又或者去打扰明星的私人生活 12月28日 王一博 到达了长沙 这也是他在 报甲警风波之后啊 首次的现身长沙 录自天天墙上 此次现身呢 王一博本人的状态 还是不错 头发长长了不少 戴着口罩 还全程低头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